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鎮必師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鎮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我們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 今節說一下這個美版戰狼 這位哥哥 果然越是 為他好像以前的 皇友那樣 越打壓越頑強 但是他又不承認被人打壓 原來這位美國駐日大使 很喜歡吃魚生 不過吃了一次 最近因為 就向中國不斷 發表辛辣言論 有不少媒體 包括CNN 還有華盛頓郵報 還有華爾街日報 都說 白宮對他 不太 喜歡他說那麼多 不過 越打越頑強 他又不理了 他剛剛 真是 他很喜歡推特 這傢伙 有沒有發發過 那些政治上 比較 出位的人 最喜歡推特 玩了 大聲 他 剛剛也是 繼續 發炮 昨天 中方對日本 水產品的禁令之後 為什麼 中國船隻 還在日本 經濟專屬區 暴雨 中國 中國的外交部要求這位 逆漫樓 停止偏袒日方不負責 行為 最搞笑的 日方沒有官方支持他 有沒有發覺 為什麼呢 大馬Sir 你有什麼見解 你覺得為什麼呢 反正你也做了醜癮 為什麼我要把頭髮弄出來 沒錯 還有有件事 就是這樣的 當然 日方有些官員 還有一些 有些議員 有些議員 很右翼 跟他們很開心 一起 吃了定食 那些手絲 或者是 Sashimi 這樣說 其實為什麼日本 第一件事 你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他說有照片 第一件事是照片是不是真的 還有 魚鑊 報了之後 會不會中國也不讓他入口 賣到其他地方你不知道 只要他大陸說 這些魚 是不 我報了 他們有人這樣報 但是我 已經是拘捕了他 證明了我們對國人的重視 那就是難看 是不是 其實 大陸有很多東西操作 你既然是 隔過頭出來 像你說的 隔過頭出來 之後他操作的空間就會大 是不是 還有 還有 喂 有時候你說到這樣的話 日本也怕你多說說說說說說說到那麼大 明明我都想跟他 釋出善意的結果你又說那麼多 有沒有搞錯呀 還有為什麼 也有多個媒體說 白宮有人叫他收聲呢 原來 現在 最新的一個 消息就是 最新的消息 就是 阿拜會可能在舊金山舉行 美國媒體說 北京可能在 台灣大選前向美國攤牌 但是 說真的這個消息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不過 應該 最後也會見一次 我相信 為什麼呢 選舉前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們說台灣大選前向美國攤牌 你倒過來看 會不會是 美國大選前 他也希望北京有些事 不要說那麼多 或者 會不會打底圍 我最近 可能說話過了 我是為了選舉 這樣會不會 是不是 你只看到台灣大選 但是你看到 他也大選 明白嗎 有時候 我說大了 但是你不要那麼大反應 這個也有可能 不過是我個人的看法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你看到 現在 美國希望不斷地跟中國接觸 起碼大家是管理分歧 這個叫撤為懶 其實我是偏向於相信 白宮不希望這位阿哥說那麼多 這些東西 因為你說的東西相當辛辣 相當辛辣 當然這個也 連美國也 官議他叫美版戰狼 那些美媒 台媒也這麼叫他 你知道 因為戰狼這個名字 本來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 他們本來是用來炒作 中國的外交官 是炒作中國外交官的 強硬態度 但是現在連台媒都用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 是不是 我們經常說的 之前你就 常常炒作 趙立堅 趙立堅 王毅他也說過 現在反過來 人家也是炒作你的 所以 那不就給一個藉口 令到他也有 藉口 是說我們這些人 原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白宮是不是真的有人 想的手上 當然我相信 是有一些人 但是應該不是全部 因為 你說多了 你知道 你說多了反而你無法住身 而且 事實上 你駐守的地方都是 日本 是美國一個重要的東亞盟友 東北亞 日本和南韓 所以 你這樣說多了 是不是令到他最後的外交難轉身 你事實上也是一個 亞洲大國的領事 即是我說的駐亞洲大國的領事 當然這位哥哥 其實 也是很喜歡 四張照片 但是四張照片是否真的可以證明到甚麼 還有 短短幾句話就說 就開始 消 開始消費中國了 人家說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 不敢說 你知道現在 有圖也不一定有真相 但我常常知道 有片也是 現在很難說 現在已經可以逐漸 還有最搞笑 你說長期都有報納 為什麼日本也不發聲 你想想 可能有個傻子出來發聲 更好 中方 禁運日本海域的 水產品 但是 9月15日中國預算 就在同一片海域報納 其中一條照片 就是使用 地球標注大陸三艘船 位於日本 沖繩西北方的 東面海域 這樣說 但是也是那句 第一件事 照片真還是假呢 第二件事 為什麼 日方和 美方都是低調這件事 第三件事 其實你 什麼都說到那麼大 之後大陸可以操作 那些船雖然報納了 但是我全部禁了 海鮮 一個不留 證明了我們 是顧及 民眾的安危 那你就不能住身 是不是 其實 這個 逆萬樓 為了討好日本在東京市有說到很大的 中國的工具箱 最持久和最強的 工具就是經濟脅迫 美國 美國 我也想過 你的工具箱 最持久和最甚麼 你也有經濟脅迫 還有科技脅迫 是啊 他真的說得很大 不像 典型的美國外交官 白恩斯 駐華大使 相當謹慎 相當謹慎 甚至有時候 他也是 這個人也很懂事 他有時候 都是賺了中國高鐵 他在微博上面有寫 因為作為 因為現在 日本 和中國關係不好 你還有一條這樣的 不過 可能 像達馬Sir所說的 日本的電影 有個傻人出來 跟我說 你隨他講 做醜陰 對 做醜陰 對 但是 美國肯不肯這樣呢 就看來 美國 也有不少人 不希望他講那麼多 中國外交部 就 說這位美國駐日大使 是應該停止 偏袒日方的 不負責任 行為 最搞笑的 日方 也沒有很大聲地說 他沒有偏袒我 他只是說事實出來 沒有 岸田文雄沒有公開地撐他 沒有撐他 沒有公開撐他 那麼 萬劉這位亞哥曾經是美國 聯邦眾議員 不過你知道其實他的聯邦眾議員 一直都說話說得很大 在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的任內 是做白宮幕僚長 後來 就是 辭職 參選芝加哥市長 在 2022年1月就擔任美國駐日大使 當然他之後 都說了很多 好像 就是8月底撐 當然你看到他 都是可以這樣說撐日本 8月 中國就全面 暫停日本水產品之後 其實 亦萬劉 8月就開始 親自訪問福島一次 就是吃魚生 更加在魚市場 採購水產品 一次而已 你每天吃 每天打個卡 推特 我就說你好東西 吃到 你任期完 9月上旬 他就用 X平台推特 先後以 借題發揮 就是 王子福授記 質疑中國大陸 國防部長李尚福 為何不露面 是不是被習近平軟禁了 但是 跟質疑來說 李尚福如果 有一天不做防長 有一個包袱可以放下 就是他被美國制裁了 大家不需要再為這個包袱 而 是對著幹 是不是 後來 當然 很多的西媒就說李尚福 因為貪污接受調查 其實如果他 因為貪污接受調查 不是證明 如果 你說明如果 我們等官方 等官方 但是我們 說如果 如果的話 不是證明了 大陸是 反貪有決心嗎 因為你們之前說李尚福 是習近平的馬 不過他們又有第二套說詞 他就說 習近平失勢了 所以連馬都保不住了 這也是你們無限解讀 之前就說秦剛失勢了 做完習近平 大權不再再騙了 其實也有很多衝擊 秦剛 這個《事由時報》秦剛的時候 原本就說已經是頂不住習近平 權力搖搖欲罪 這次李尚福又是 頂不住又又搖搖欲罪 這個政權應該沒有了 好像沒有 後來 《華爾街日報》 和《CNN》 比美國媒體更多 《華爾街日報》 以 《美國戰狼外交》 來形容《易萬劉》 更加指 我們引述《華爾街日報》和《CNN》 以及 《NBC》也有說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也有說 美國外交場 很少像他那樣 用這麼尖酸黑薄的言論去諷刺他國的時候 就說他極度不平常 NBC更加說 三名美國官員就說 白宮有人要求《易萬劉》 不要再通過社交媒體 XXX 真的 不過他說什麼 我玩社交媒體 這個叫言論自由 但是你高官嘛 不要再嘲弄北京高層了 以免 是損害政府對收復中美關係的各項努力 包括這個集敗會 因為 11月可能在九金山 三藩市舉行的 亞太經合會再次 有集敗會 不過 這個KOL之王說 證明習近平跪下了 見就叫跪下了 但是拜登說很想見習近平 難道主動跪下? 按照你的邏輯來說 是不是 易萬劉呢 拜登一直都想見 G20已經想見了 他自己親口說 是不是 拜登跪下 是不是等著跪下? 是跪球去跪 他說沒有 好 不過他後來不是說沒有 是 演講之後 受訪 那時拒絕 這個 他拒絕 透露白宮是不是要求他收口 他只是 轉述美國國家安全 全會 印太事務協調官 印太沙皇對他的評價 這個《事由時報》是造謠 因為他說 他說沒有 萬劉說沒有 沒有跟拒絕評論兩件事 你不要偷換概念 他接受 看NBC的訪問 他接受 印太沙皇接受NBC訪問時 就形容易萬劉是超級明星 但是超級明星 Superstar 但是你知道超級明星 有時候 你是指他多口的超級明星 還是什麼 你知道有些超級明星都可能是諷刺美 也是表現卓越的美國政府代表 不過 亿萬劉也不忘 重提 就說 雀眼大國 最更加重要的是 三個 半星期過去 你都沒有告訴我 你中國為什麼不告訴我 你國防部長在哪裡 為什麼告訴你 你是 美國駐日大使 你不是應該 專注於 當然你說 中日關係 都關我事 但是 國防部長在哪裡 不是人家的內政 是不是 那麼 習近平有沒有從來問過 你 阿租 看到 民調好像說你 年紀不是 令到美國人那麼想你繼續 去連任 有沒有這樣問過 是不是 當然這位哥 其實我相信 我偏 向於相信白宮是有人想他不要說那麼多 當然他說他不評論 OK 不評論就不評論 但是 你也沒有 是被人留下 一個懸念 就是 可能真的有人 叫他不要說 說得太多了 你是不是想這樣 真心說真的說得太多了 真的說得太多了 要是有 要是沒有 如果沒有 你說出來 大家色彩疑慮了 憑他講到自己這麼正直 正直引號的性格 你應該說出來沒有 誰敢說我 誰敢說我 要是有 有就是白宮那邊受罪 不敢說 但是你現在說不評論 也是白宮那邊受罪 但是 主要不是你口中說出來 不敢說 就算是白宮有叫他收聲 他也可以說沒有 是嗎 你不知道 是嗎 不過這麼說 無論有沒有也好 事實上他講的東西是不合當的 因為 你經常說中國 如何干涉別人 你 好像也說 李尚福 究竟他是 留還是繼續 都好像不關你的事 當然說 什麼不關事 奧斯汀想見他 但是 因為 制裁了別人 還有你不是國防部 是的 又踩過界 又踩過界 沒有出聲 好像你無限佛界 你什麼都管 奧斯汀沒有出聲 拜登也沒有出聲 日方也沒有出聲 這是最特別的地方 除了台媒挺他之外 你有沒有看到 最重要的持份者 日方 奧斯汀 還有拜登也沒有出聲 結果又來 又來 又來 又來不斷出聲 對 為什麼呢 其實呢 現在 為什麼在舊金山會面呢 看看台灣 他們在說 不支持台獨 但是 美國 事實上 多次說口說 記住 口說是不支持台獨 但是 原來這個美國媒體 中方可能會要求美國落實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那麼 可能 就是美國 必須要對台灣的新領導人有要求 不可以有台獨的表述 其實說真的 現在賴清德都很少 真心說都很少 他也知道 說說說 都是那句 他真的當大衛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了 那些年輕人會夾他 基進黨那些 基進黨真的有可能 基進黨 現在連歐文哲也在搞 哇 像瘋狗一樣 是的 基進黨很瘋狂 好像 玉玉敏以前 他還罵這個郭台銘 罵賴女士 賴佩霞 就是郭台銘的副手 其實說過是台灣生的中國人 你也不夾蔡英文 蔡英文也說過自己是中國人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